嗨 我是李小涛 Jennifer 今年26岁 我来自香港 现在在上海做数字营销相关的工作 我是大概12年9月份来的内地 当时是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的本科 读的专业是读语言文学 因为当时我想读一个跟小语种相关的专业 那在香港可能选择没有这么多 在读语言文学这一块能在内地读的话 不仅可以把小语种这门专业学好 而且可以在为以后工作 对于内地市场熟悉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基础 您刚开始来的时候普通话是这么好的 其实我的普通话是在北京被我的同学调教出来 记得最深刻是第一年 他们老教我怎么发敲水音 而且加耳化音 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敲过半的同学都是北京人 对 六鸟 六鸟 这个词是我学了很久 因为鸟字本来就很难发音 然后再加个耳化音在后面 这个就 对 我还学了几个星期呢 谢谢大家身后看见的是我们的咖啡区 休闲区 还有我们的试诚试驾的展车 因为我大四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在这里实习 后来顺理成章 我就毕业之后就继续留在实习的这个工资里面 那世界的品牌来中国也有他们的原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市场规模 而且就是中国消费者现在普遍来讲 还是对新鲜事物的认知度和接受能力很强的 就特别在创新的事物来讲 不管是不是好好品牌 奢侈品 还是日常消费品 我觉得在这个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谢谢 在内地的话我教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不管是在北京或上海 我们在外面讨论在外面讨论在外面讨论 有很多人在追求她 但我赢了 我对澳大利亚的欣赏 比较澳大利亚的欣赏 东西比较更快的欣赏 澳大利亚的欣赏 想不到的人 或者是说听到很难去想象的故事 来内地的话我觉得说 以开放的心态过来 那可能看到的和得到的会更多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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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